- 投資朋友歡迎收看台股達人秀 讓我們投資疫情變達人 我是佑廷浩 歡迎今天我們的語台來賓吳月展吳老師來到我們現場 嘿 廷浩好 大家好 我們看到最近不管是上禮拜四 美國六月份的CPI出爐創歷史新高 還是在禮拜四 當時台積電的法說會比市場遠遠超乎預期 讓市場上的氛圍感覺越來越奇怪了 因為我搞不清楚 到底是因為國安基金進場了 所以導致台北股市在上禮拜持續的收養 還是因為國安基金知道股市要見底了 所以它才在這個時機點選擇進場 我們當然會討論這個問題 但我們今天直接從目前台北股市持續走高的主基調 也就是台積電持續的上揚 這樣的一個水平如何來做觀察 大家都在講說你像是Intel 你像是美光 你像是非常多的美國的半導體商 陸續針對下半年的猜測進行調降 大家還本來期待的台積電會有一個利空進出的跡象 結果我們沒想到凡是一個大利多 所有上半年的數據遠遠高於預期 甚至下半年的猜測也沒有調降 所以這個時候我們要如何來衡量 首先台積電本身基本面的情況 在三星已經宣布進行3nm量產的同時 它的競爭對手的情況為何 到底有沒有手上有這種轉單的效應 而本身短期內國際資本的回流 以及從籌碼面的變化 台積電的股價這一波能夠推升到多久呢 季線的反壓效果會出現嗎 500塊能夠突破嗎 我們先請吳老師來幫我們敘述一下 這一次法書會很多數據都比市場預期還要來得好 它的原因是什麼 為什麼全球下半年大家都在去庫存 大家都認為倉庫裡面的貨太高了 但是台積電反倒沒有這麼悲觀呢 反倒沒有調降自己本身 對於下半年到明年的財產呢 其實這部分齁 其實我們從台積電的角度 那個 其實它營收的狀況確實都是符合預期 然後在預期區間的高檔 其實狀況都是這樣 但是我本來關鍵還是看美元啦 因為美元的你看2月2Q喔 2Q原本的預估是這樣 176到182 就出來時機多少 181.6 準不準準 然後再來 重點還是後面它3Q的預估 其實是198到206 所以其實都還是成長的 在美元營收成長的狀況 但回到我們台灣的狀況 因為我們台灣的財報還是用台幣 所以我們在台幣的營收上面 當然會有一個比較好的表現 對 這個狀況大家還是要去思考 所以我們回頭看台積電 我建議還是我們用美元的營收會比較準確 那當然整個公司整個預估都不錯嘛 對不對 那所以其實2022年整個營收啊 它從成長從30%上調 上調到35% 所以其實還是一個略微成長的狀況 所以看起來從它營收法說的狀況來講 確實它是沒有受到 我覺得沒有受到那個所謂 景氣或庫存調整的影響 甚至這一次毛利率和營業利率 都遠遠超乎預期 都來到五成九了 之前我們還講說台積電 要保五啊 保50%的毛利率啊 結果現在毛利率已經來到五成九 接近六成 這個值得觀察的一件事情 就是上半年好啊 可以理解 因為去年下的單的確爆棚了嘛 那麼下半年到明年上半年 為什麼台積電沒有像是Intel 或者像是一些美光 針對目前的電子產品啊 發出那種警訊 有可能會有下半年晶片庫存過高的問題 為什麼台積電沒有發布這樣的訊息呢 其實這個我們還是從營收結構來思考 因為它整個的狀況 這個它還重點還是在HPC 然後在高階的智慧手機 然後其實從大力光的法說 跟台積電的法說 我們會發覺 其實蘋果的高階手機出來 其實這個銷售是沒有受到影響的喔 看起來它的服務都還是不錯 所以你看它整個結構 HPC 高階的智慧手機 然後接下來IoT跟車電的部分 會逐漸持續往上的一個過程 所以看起來 你看消費性電子 對它來講影響最大的這一塊 其實佔很少 我覺得有趣喔 因為過去我們看蘋果 因為它是台積電最大的客戶啊 它曾經智慧型手機 但它已經說高達五成了 但是在過去幾個季度看似有明顯的下緩喔 反而是高階運算HPC的部分呢 卻是不斷的提升 所以很有可能是因為財務結構面 或者營收結構面的影響 讓它所受到的衝擊沒這麼大 那我們就講囉 因為整個宏觀的負面因子還是沒有消失 你不能因為台積電一家 那自己的財報和財測好啊 就說明所有廢半的成本股目前都表現得好 很多成本股目前跌幅都比台積電來的重 那我們縱觀整個半導體的行情和景氣周期 現在走到了哪一邊 我們現在最無法理解的就是 到底現在台積電啊 跌幅你看是TSN 如果以ADR來看的話 跌幅有三成以上 那到底現在在經歷的是一個初跌段的行程 剛進入主跌段 還是目前就是在主跌段 即將進入末跌段呢 我們要怎麼衡量到目前這個激起水位 到底台積電 它有沒有已經價值投資點的浮現 還是說按照景氣的角度 它還得再跌 其實這一張圖喔 就是整個大摩統計啊 過去30年 我們整個半導體的行業周期的狀況 然後對比什麼 對比股價 這很單純 所以藍色的部分就是YYL展望嘛 所以其實我們會發覺 每一次它一個反轉點的時候 那黃色線都會 那個頂點 高點跟低點都會提前一到兩個季度 那所以啊 我們回過頭來看 我們思考這件事情就是說 第一個 台積電法說 它預期庫存調整是在明年上半年會完成 對 那大摩在這張圖上面 其實它也是說明啊 它覺得二三年的一季度喔 它會是整個下行週期的低谷 所以如果啊回過頭來 如果這個預期是正確的 因為有台積電本身的說法 跟大摩自己的預估 那如果這個說法正確 二三年一季度看到YY的低谷的話 那股價是不是提前一到兩個季度反應 那是不是就是現在 但是我們在操作上啊 我還是一直強調 我們不要預設立場 那所以說在這一波 我們在上那個想要進場的同學 那我們就很簡單嘛 我們就回過頭來看 到底是不是技術面有一個好的買點 我覺得這比較安全 OK好 所以待會我們會從技術面的角度 來切入台積電的進場時機點喔 但是與此同時我們也看到 過去兩週的新聞喔 是三星在六月底的時候 已經正式宣布進行三奈米的量產 這時候有點劍喔 台積電宣布是下半年開始量產 那三星一據在六月三十號 就硬是在上半年量產了 但我比較好奇的一個問題是 因為現在全球的資本支出當中 台積電今年大概還是保持四百億美元 仍然遠遠高於三星 幾乎是它的三倍到四倍 但是在這種狀態底下 三星卻開始至少我們承認 它有三奈米量產的技術 只是良率的問題到時候可以探討 在這種情況底下 我們包括在今天錄影當天 剛好美國的晶片法案 也正在投票當中 所以全球各自的半導體供應鏈 正在產生 那我們也知道 其實過去一段時間 Intel跟三星的合作 是愈來愈密切 那很大的原因是因為 Intel它也想要對台積電 有一點溢價的壓制效果 要不然所有先進制成報價 都是你說了算 到時候我們這個成本就太高了 好 那在這種情況底下 我們進行價值投資 中長期投資 待會如果從技術角度切入的時候 有一個不免要討論的問題 那就是它的基本面的展望 它的領先效果為何 台積電營三星其實也就是過去 五年六年的事情在先進制成 那隨著三奈米的推出 現在三星是否有一些明顯的變化呢 其實這個部分我覺得 這就是一個很重要的觀察點 其實三星在三奈米的部分 其實它是用GAA的架構 然後台積電 其實在三奈米它還是用FinFed 就是所謂歧視場效電競體的一個架構 這樣來操作的話 但是很有趣 三星說什麼 說它有取得那個中國客戶的訂單 但是這真假不知道 但它可能自己的 那個本身三星的產品 它用這個三奈米的架構 試採 試用 所以其實我們會不知道它的良率 我覺得這件事情 我覺得三星七奈米的良率是三成五 台積電是七成 台積電量率是三線兩倍 所以三奈米如果它用GAA技術 我們要如何衡量說 它在整個技術上的追逐為何 對 它這個部分 第一個 其實台積電的三奈米 其實拿到大單 美國跟那個Intel都要跟台積電下單 所以這個沒有問題 所以大家現在市場上 大家的認為 他說第一個 選擇三星還要選擇台積電 在三奈米的部分 其實因為GAA它的效能就是比較好 所以就是選擇效能跟成本 那當然現在看起來台積電是 在這個部分訂單是領先的 那從過去的經驗 確實蘋果本來要下給三星 後來又轉回台積電 會不會重演 我覺得這個關鍵是這樣 就是到了2奈米的時候 其實台積電也要用GAA架構 GAA架構其實在整個堆疊上面 良率上面的這些事情 是不如以前的狀況 所以其實是另外一個競爭的結構 那在這個結構上面 我們會需要注意一件事情 就是三星在GAA已經在3奈米量產 那台積電它的GAA在2奈米的時候 其實預計是25年的下半年推出 所以我覺得這個地方就是一個三星 有沒有機會彎到超車的一個關鍵 不過當然我們對台積電我認為 其實基本上還是相對有信心 一過去開始一直往下走 就是那個奈米數一直縮小的過程 看起來台積電也都還是明顯的 所以這個部分我覺得 真的要觀察它競爭點 我認為會落在2奈米量產前 也許就是24年或25年上半年 OK 所以整個技術的更迭值得大家關注 這個台積電就像是賣牛肉麵 三星就像賣雜醬麵 你當然現在牛肉麵的銷量一直比雜醬麵好 但問題是未來大家也要做雜醬麵 這個台積電也要進入到雜醬麵的領域 那三星至少在GAA領域 至少有一定年份的學習時間了 不能說技術有多好 但它的經驗比較多 所以值得大家來觀察 可能決戰時間點是24年到25年 到時候的2奈米量產 好 那我們就切回來 假設我們對於台積電的技術 有一個基本面領先的預期 那麼如果我現在想要切入台積電的資金 進行開始投入 隨著本波的景氣下行做長期的建廠 那現在這個時間點它到底了嗎 還是仍然有可能持續下探的機會呢 其實這部分我們還可以從一個角度 就是從籌碼面來觀察 這一張圖是周線圖 然後其實我過去下面是用外資持股的比例 我們從08年的低點嘛 我們可以很明顯看到 過去08年之後啊 低點在69 持股在69.55% 所以當時前總統長 創辦人他在講的時候也說 台積電賺的錢都被外資賺走了 廢話 因為七成耶 七成以上的持股都是外資持有的喔 那所以你看這一段時間 一路持股增持到8成 都是外資 然後整個從低檔的位置嘛 22.5元 這還原全值 欸到最高點68 2680 其實賺了將近30倍啊 所以外資要提款當然不手軟嘛 對 我認為是這樣 但是你看從8成 一路再賣賣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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賣到此時此刻 大概剩下71.91% 欸 那跟過去低檔的位置差2%啦 我們剛剛有在討論 欸 差2%還多少錢 我算了大概2500億 你說真的外資還要再賣 再賣下去有多少貨他願意賣 他真的會低於七成的持股水平嗎 我覺得這個地方我們要思考 所以他賣光了 他總有一天啊 要進行新一輪的佈局 那當然是趁台北股市 股價有所下壓的時候啊 再來進行新一輪的資金的減長 不過我們從短期角度來看 那因為台北股市老實說啦 因為近期開始有比較明顯的這個反彈啦 那如果我們現在要切入 現在台積電的反彈格局 我們要怎麼切入呢 要怎麼跟著籌碼來一起運作 其實這部分啊 我們第一個觀察點 投信一直買這沒話講啦 因為其實只要投資人願意買 ETF什麼都一定要買台積電 所以投信我覺得看看就好 所以關鍵點還是在於 外資到底要不要回補 那看起來這一波上漲啊 其實當然我覺得外資都是 還是站在一個買方的狀況 那跟過去的賣超來比 確實第一個轉賣為買 這是一個 但是買超還沒有真的積極的回籠 這是我們要注意的地方 所以它的買超能不能有延續性 這是一個關鍵 然後再來第二個關鍵 整數關卡嘛 對不對 500塊已經在急了 已經在眼前了 500塊的關卡 我認為一次過的機率不高 所以回撤啊 我們從433一路上來 再拉回一次 然後到現在再挑戰500塊 這一次的拉回 我們從技術面來看 如果能守住前一個低點 這個位置的話 那我覺得 還是維持一個多頭的走勢 這部分就可以 也就是說在底底高的格局 不破前波低點 基本上它的多頭氛圍就可以展開 只是說500塊 因為上方套勞量真的滿大的 適度的肯定會有一些賣壓 不過照您這麼說 那如果想要破500塊 甚至一路停進到500 2538 過去的套勞量給解套的話 肯定要有外資的回復效果囉 所以國際股市一定要好 這是前提對吧 對 那麼如果我們其他相關成分股 來做觀察的話 也是用一樣的策略嗎 其實這部分我們就可以從衍生 從今天的話題延伸過來 其實台積電的狀況 先進製程 這一部分 先進製程一定是搭配到先進封裝 那日月光當然是行業老大啦 所以可以注意 然後日月光還有一個點 就是它的庫長股 其實當初是買在104 現在是遠低 遠低於它的狀況 而且它營收狀況一直以後還不錯 所以沙到這裡 看起來也是有一個 看起來像底部 拉回又再繼續往上挑戰的樣子 那這個部分能不能延續 能不能在先進製程這邊 我們找到投資的標的 我就可以注意 OK 那當然包含月光之外 還有其他的小型的那些 先進封裝的股票 我覺得都可以注意啊 然後再來我們看中砂 這個部分再生金源 也都是隨著擴產 必要發生的事情 對 那這個地方 我們在前面這一波的修正的時候 欸我們發覺 其實中砂修正是有限的喔 而且它這個地方是回到這邊整理平台 然後再來回到半點線 看起來有沒有撐 看起來確實也是有撐 然後再來它營收是創歷史性高 能不能有表現 我覺得還是可以注意 然後森陽辦當然啊 同系列的股票嘛 那在這一部分 突破了近期的高點 能夠創高之後 守住 守住前高的位階之上 那我覺得都是可以持續關注的標準 這種算是籌碼的指標股喔 因為拉升力道很快啊 對 OK 所以其實現在整個台北股市的反彈格局當中啊 我們反而可以有一些 中長期和短期的配置 短期內當然漲高的喔 可以看一下是否有短期的持續的推升效果 那中長期 就算股價稍微下來 我們也很清楚 本波的警戒修正格局可能也來到尾聲喔 那像聖衣呢 那這個部分啊 你看聖衣 然後 待會兒會講三幅化 在特用化學的部分 好像還沒有特別的發動喔 對 而且重點是前面在 擴產前面漲了一大段之後 這一波的修正拉回 然後拉回之後看起來也是有稱 都回到年限附近 對 這是族群性的樣子 那重點是還沒談 很多都已經談了 現在嘴有點怕對不對 對 所以我把今天推薦的股票分成幾種啊 一種是 業績好市場也關注 然後再來像這個特用化學的部分 這個是擴產必然會增加的嘛 這沒有什麼疑慮啊 所以基本面我不認為有疑慮 但是股價卻修正 對 所以我們拉回買 這是一個安全的角度 所以下面我還是放那個 整個籌碼的狀況 欸你看外資其實從上面 買買買買買 然後調節 調節調節 它什麼時候 開始轉賣為買 也許我覺得這投資人也都可以搭上車的機會 OK 三幅化也是一樣 對啊兩個線型都好像對不對 對 而且半年限都有比較明顯的支撐效果 OK 所以我們其實重看整個 台北股市到目前的為止 在一個反彈格局當中 但是反彈久了 它總要有適度的修正 所以像我們今天錄影 今天剛好股市 就做了一個適度的下壓 那在與此同時 我們從半導體的行情也觀察到了 似乎有一點到景氣末跌段的跡象戰 當然整個景氣它可能要移入到 明年第一季才見底 但是股價通常提前 一到兩個季度來做反應 所以的確整個第三季度到第四季度 是值得大家來多做一些觀察的 我覺得特別有趣的一點 是我們都很清楚 整個台北股市的架構 因為是以台積電主導 所以我們在中長期的投資部位 想要指數向上必定要持有台積電 但是如果想要獲得超額報酬的話 肯定要觀察一下周邊的相關的概念股 一方面具有基本面實質營收的支撐 另外一方面也許股價跑得來的更快 也請大家多多留意了 如果投資朋友有更多的興趣和想法 也可以加入展哥講股的Lineator 以及YouTube頻道 所以吳老師在裡頭都會持續來 為各位進行宏觀專業經濟的解讀 同時也會有非常多產業或者個股 相關微觀的操作變化 我們節目到這邊 如果喜歡我們的節目 記得訂閱我們的頻道按讚加分享 我們就下一期台穀達人秀再相見了 感謝各位 感謝我老師